如果来讲没有永远的善法 没有永远的善法 所谓永远的善法 那就是空性 你真正修出你心中的空性 光明 融入宇宙的光明 那个才是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那个才是 所谓保持你心中的光明 那个才是永远的善法 那个活性才是你真正的善法 其他的你为什么而做的 通通都不是 而且认真讲起来 六祖会能讲的 没有善也没有恶 就在那个时候 他讲的就是佛性 你看地球上 一个小的印度的恒河沙 他象征一个地球 你说行什么善 你知道吗 那蚂蚁搬大名 他抬着那个大名 去救济蚂蚁的灾民 他也在行善 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 拿着这个好像是说 救济品 去救那个 乌克兰的那些难民 我们认为 那个是善行 是善行 没错 但是在宇宙之间 这些 就像一只蚂蚁搬一只大名 去到 没有东西吃的 那个蚂蚁的家 蚂蚁窝里面 让他们吃饱 这就是善 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你看到蚂蚁搬一只 搬一个那个 人吃剩的那个米粒 到一个蚂蚁的家 去救济他们 这种事情 你看得到吗 像我们在做善事 说我们去 儒生日布斯基金会 把这个救济品 送到乌克兰 的那个难民 的难民区 去救济他们 法工功德会 把一些很多救济品 寄到波兰 给这个乌克兰的难民 因为他们没有生产 而且 已经变成难民了 你不救济他 他怎么佛呢 这个就叫做善事 华工功德会 华工功德会不为什么 儒生院布斯基金会 也不为什么 经常去帮助 那些所有的慈善团体 也不为什么 这个就是一时之间的善 永恒的善事 就是佛性 你心中的光明闪耀 然后融入宇宙的整个大光明之中 大的空性之中 这个才叫做成就 但是释迦摩尼佛讲的是这个